我認為韓國瑜 你既然已經到神格的 政治領導人了 不要 不要口出惡言 不要說什麼打混了政黨 什麼打混幾十年 大家想一想 韓國瑜擔任高雄市長 到現在不到三個月 他其實有稍微做一些 並不是說全然沒錯 可是高雄市怎麼可能 一夕之間好像整個變好了 這個變好 現在的高雄市政 讓大家看到的硬體建設的 好的這個部分 絕大多數都來自於謝長廷 陳菊 他們那幾位市長任內 他們全部後繼 韓市長鬼混二十年 他說這二十年當中 有國民黨執政 有民進黨執政 是政治人物 沒有好好治理台灣 我認為即便對國民黨 也不必要那樣子 那樣苛責罵那樣子的話 韓國瑜我知道他的目的 主要是要罵民進黨 國民黨是帶進來順便酸一下 我認為這樣子的討論 才會比較客觀 第二點就是說我簡單講 中央政府現在的意思就是 自由貿易港區 你要做到的自由貿易港區 這個已經都有了 因為現在是敏感時刻 現在不可否認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 很多台商尤其是背後 有中資的台商 他正在尋覓一個地點 做一個逃跑 我能夠來某個地方站些 用我們台灣的名號 那麼可以讓他繼續 對跟美國這邊的貿易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不去涉入 並不是說自由經貿園區 示範區就是怎麼樣不好 各有優缺點 像陳其中 陳其中很多政策做法 我是反對 可是他這次講農業 這個是講對的 就是說 事實上你設這樣的經貿區 事實上你對我們本地 本國農民的保護 那在什麼地方 你這樣只是讓 在這個園區的食品加工業者 對 他們更容易 因為是免稅的 那他要進哪邊的 他更會拋棄 更會不顧我們自己 國家的農產品 你知道你現在吃的加甘品 農業 現在沒有自貿區 你敢知道你現在吃的 鮮鮭對著來 對著來 鮮鮮我別說 你現在說的是 你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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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人拿去加甘品 現在就在做 你現在就在鎮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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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說到大聲點 不是說你要選擇 沒有 不是不需要 你現在就鎮鮭了 我們要完結來外面 你不能 這塊是完結 這裡有性質 大家這麼說 心裡很強的問題 你現在說陳吉祥是對的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去那個局 沒有 你說就好 我來 我說 你如果要完結來外面 你不要再說這塊 你說他要進口 現在就在做 我跟你說 你說這樣想到我們的農業 你來加工處理 對我們的農民優勢 現在就已經對外南這裡 你來我們這裡更加工 航航的 變成那邊在外面 在外面 是 你說誰好 跟你說王來 我就說我一定 王來這不對 就是說 我們一年四季 我們台灣有這麼好的追究 結果我們的食品加工 我們大部分 都從國外 從泰國 菲律賓這些地方來 為什麼 什麼原因 這就是這幾年 我們政府在研究 因為十幾年來都這樣 民進黨執政就是想過 看要怎麼保護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如果你再用這個下去 這尊就已經很嚴重 你現在這個褲子還熄下去 我們台灣的農產品 所以沒底去 所以這是大家不一樣的 輸購的方向 這個問題 菲律賓有沒有研究過 因為你在起草法案的時候 應該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當然 我相信俗華也很清楚 因為在上一屆 上一屆我們就在處理這事 有考慮到農業的問題 當然 如果說跟台灣農業有競爭的 當然我們不要 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農民 我們可以做負面表例 當時就是說 我們台灣沒有生產的原料 我們把它進口 經過加工 本來講說加工完了以後 它的產值會提升 我們又可以找到很多人的就業 這時候拿出10%做內銷 後來大家覺得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2.0版 我們就提出來了 這內銷的部分也絕對都不要 全部外銷 加工做只能外銷 如果而且這個產品 要在台灣來代工 來做加工的真值的產品 一定要農委會正面同意 所以陳吉仲講農話 是講錯的 陳吉仲這個不是替農民在講 他是為反對而反對 尤其是現在外界講說 這是韓國瑜提出來的 逢韓必反 我要跟師傑兄講 你講的不對 我們是 我跟曾明中 我們三個是起少人 我們當然很清楚 我們一定要防著 也要防著 不要影響到我們農民的權益 所以有考慮到農民權益 就是說這件事情 如果要通過 是要經過農委會的核准 就是我今天要進口哪一個品項 這個要有農委會的核准 農委會在那個時候 表達他的意見 去處理準或不準的問題 會不會傷害到農民 而且我要跟你報告 當時民進黨在立法院 尤其是太陽花那些人 在反對這些事情 俗華剛才講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重點 賴清德跟陳徐 那時候分別當台南市 高雄市長 他們都支持 難道他們沒有考慮到 台南跟高雄的農民嗎 當然都考慮到了 他們那時候支持大家 可能心裡面不同的版本 剛剛費委員也知道 農委會提出以後 我們會委員才開始去修正這個 就是限制說 那要不然這個部分不要內銷 否則就是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 我們台灣這麼大量增展鳳梅 其實媒體也都登了 結果我們台灣鳳梅 一年四季都從泰國進口 專案報告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這個一個癥結是來自於 這個當時沒有溝通清楚 這事情是可以溝通的嗎 是可以溝通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就是說 大家都有心來溝通 我覺得這個問題才會解決 但是第一個就是自由貿易區 確實韓國也在推 日本也在推 很多國家都在走 因為它是一個全面要走向 自由貿易化的一個過渡階段 因為有很多國家 它還沒有辦法完全承受 全面的FPA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它先畫一個區 然後來作為這樣的一個過渡階段 在這個過渡階段裡面 它並不是完全只是保稅區的功能 它有 例如說假設 我們這樣講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是針對 全球產業分工的關係 也就是說 某一些國家可能生產某些料件 某一些國家可能生產什麼 但是我們設一個就是說 你免稅進來 在這個地方組裝 再出去的時候 都沒有進來的話 我們這邊不收關稅 也就是說你進來到這個自由貿易區內 你生產製造出來了以後 你賣出去 我們不會收關稅 但是為什麼不收關稅 是因為你把資金技術帶進來 帶進來了以後 你增加我們當地的就業機會 而由於在這個地方 有金融的買賣的時候 所以在這個自由貿易區裡面的 金融服務業跟律師業 也都發達起來了 所以他本身會計師也都發達起來 那這樣的情形下 可是如果你這個產品 想要賣進台灣的話 那就要客關稅了 那就要稅了 因為我們對於保稅區內 就是對經濟 自由貿易經濟區內的產品 如果要銷進 輸入到台灣來 那就要客關稅 客關稅就跟你從國外進口的東西 進我們台灣一樣 都客關稅 這個就是保護我們台灣的農業了 所以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另外一個部分裡面 當台灣的生產出來的品質 很好的農產品的時候 不會用來做加工 因為那是直接吃了 才有這個價值 你會把它做加工 是因為那個品質不好 可是台灣的農民生產的水果 一般來講品質都很高 所以它通常是 以生鮮水果直接食用 不會做農產的加工品 它的價格比較好 對 因為你要農產的加工品 一定會從東南亞這些地方 進口進來 因為它的品質比較差 所以再加上一些烘乾 加加糖什麼等等 給它加甜 這樣的話才有值得 所以我們台灣的這些 食品加工業也很發達的時候 它也可以把廠 牽到這個地方裡面來 那牽到這個地方裡面來 它的關稅因為沒有的話 它又不輸入台灣 它往外輸 所以它就更有競爭力 當時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台灣的做茶的技術很好 對 我們的暖茶很漂亮 但我們台灣茶葉不夠用 對 那技術很好 那你就用越南的茶葉進來 在那個區域你加工以後 就是出口 對 賺大陸的錢 是這樣 整個都是這樣保護 那我們為什麼會說 我們不會擔心什麼MIT MIC 是因為 因為現在在推CPTTPT的時候 他們有個規定 就是說現在一般來講 你要打上是MIT或是MIC的時候 是要看你的整個總產量 占有沒有50%以上 你有50%以上的時候 才會打上當地的local進來 所以這是有國際規範的 有國際規範 所以如果說 它本身的一個產品出來的話 假設一個手機好了 它的整個總產值裡面 大部分在台灣生產 50%以上在台灣生產的話 那你賣出去 對台灣沒有不好 如果說它的總產值裡面 是從大陸那邊進到台灣來 即使在我們的 自由經濟區裡面製造出來 賣出去也不會打上MIT 因為它的總產值不到50% 也不會打上MIT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民進黨的反對 坦白說他們站不住腳 以他目前蘇貞昌提的四大理由 不是經濟考慮 是政治考慮 他是政治考慮 因為蘇貞昌提的理由 沒有辦法解釋韓國 推自由經濟貿易區 也沒辦法解釋日本推 因為如果按照他這樣講的話 那你韓國跟日本 也都很愛惜了 也都是反美國的 因為美國的 大家都是共犯 美國跟大陸目前貿易的摩擦 並不只是台灣的問題 是全球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的這個邏輯 講話層次很低 而且他的所有的官員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很重視 這些官員講話 是因為自由經濟貿易區的 權責在中央 他涉及到財政部 涉及到內政部 涉及到交通部 涉及到農委會 涉及到經濟部 還涉及到行政院 都是中央的權責 所以你地方政府想推 可是你中央不推 他也無可奈何 只能夠屠夫說 可以賺錢的 可以給我當地的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給我當地的民眾做富裕的 然後我的北漂的人 不用再北漂了 我的北漂青年 可以回到高雄這邊來工作 待遇更好 工作環境更好 而且還可以推綠化 因為他也可以推整個綠建築 整個綠化的方式 然後你都不要我這樣做 那你等於是要我高雄人 窮死餓死 難道這就是民進黨政府 你要的目的嗎 在北漂青年 東北領 JOSH 我先在北漂青年 都會受獲了 唐世衛